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之 先向你报告一下 我搬出去了 你进门以后大吃一惊吧 有没有目瞪口呆 我会把原委说清楚的 你就先冷静下来 看完这封信吧 光生啊 我觉得我们继续这样住在一起有些不对劲 我们已经离婚有段日子了 我觉得总有些不方便 究竟哪里不方便 我也说不清楚 最近看到你 就莫名觉得心静不下来 我也想方设法消除自己的烦躁 或者努力恢复原先的状态 但都不成功 我曾说过你是个怪人 或许最奇怪的人是我 我没办法协调好很多事 跟喜欢的人在生活上步调不一致 合拍的人却又喜欢不起来 我从来都无法赞同你的言行举动 却还是喜欢你啊 爱情与生活经常发生碰撞 该怎么说呢 这或许是在我有生之年都无法治愈的顽疾 以前我们不是去看过一次电影吗 就是我迟到了十分钟那次 我在过人行道的时候 看到你站在约好的地方 一副很冷的样子 把手插在口袋里 我一想到这个人正在等我呢 不是为何就觉得很开心 就想一直远远看着你 因为你的身影 可比电影好看多了 我喜欢偷偷看你 你很害羞 很少面向我 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偷偷看你 我们俩并排走在木黑川的时候 我偷偷看过你 看DVD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我总是偷偷看着你 心里自然而然的充满了喜悦 嫁进可以看到樱花的家里 和讨厌樱花的人一起生活 但我比你所想的更加依赖你 虽然我们并没有平等地包容对方 但是我体会到了 躺在你膝上放松身心的舒适安宁 就好像猫咪一样 一整天都沐浴在阳光下一般 或许 我就像生活在这个家里的第三只猫咪吧 谢谢你做的美味饭菜 谢谢你铺的温暖床铺 谢谢你曾轻浮我枕在你膝上的头 能仰望你 俯视你 能偷偷看你 凝视你 对我而言 都是无可替代的幸福 光盛 谢谢你 虽然是我自己决定要分开 但也觉得有点寂寞 但是 如果 我又想偷偷看看你 或者想跟你说说话的时候 总会再见的 然后 他把写完的三页信纸死得粉碎 拿黑色水笔在广告单的背面 用一罐的大胆咧咧 漫不经心的语气写下 冰箱里有汉堡牛肉饼 热了再吃 前期留 好 刚才我们分享了百元玉二的散文 前夫 谢谢 喜欢请点击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